你好 今天会跟你讨论的有两个东西 就是大选股 然后大选股多数都是官僚股 多数也跟你讲 也不一定是 官僚股了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钢铁股 也是蛮热门的 然后这里两个讨论的间中 就是会 看看过往的官僚股 在大选前后的走势 就是发生过的就是 就是2013还有2008 我们追潮到 就是追那三个就好了 另外一个就跟进 这两个是有跟进的 然后这两个是 我有关注的钢铁股 其他等等或许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画趋势线 OK 所以我们也不用看这样多了 我们直接看过往大选是几时 OK 所以过往大选是 不好意思 这里不好 不想按到换 换 换别的东西了 General Elections Marecia OK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开这两个 嗯 大概是这两个 Twikipedia就蛮多了 OK 上一届是5月5号哦 所以我们这里就放20135月5号哦 OK 然后这个没有记错是 308啦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是2003 这个要去看一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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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308确定了3月8号 我认识308确定了 我认识308确定了 是2004年 3.21号321 0.321 ok 这个 我们就会看他的 这里哦 也就是哦 从2013 呃 0405 前后一个月啊 2013 0605 ok 这里同样的我就会放 呃 0 0 0 4 8 0 0 2 2 1 0 4 2 ok so 这个就是他的那个 我们要看的东西 所以管理股那边肯定有中到的 就是 DIV HICOM 所以 DIV HICOM那边呢 我们的时间要放去 OK 集权期 2013 OK 我们可以看得到哦 在5月5号的时候哦 也就是说 在这边哦 这个是 不好意思 应该是用这个 是用这个才对 大选过后是这样的 然后 6月5号哦 还有的就是 4月5号哦 OK 所以这里我们要调整一下 也就是把这个 哎呀 OK 拿一下这样他才会看到比较简单啊 他是下跌在上升的 然后之前之前那些呢 哦 我们看到是 就没有我们所说那些是脏潮的很厉害啦 ok so 大选之后 从2013的时候还是有上升的 然后再追回去 啊 这个2008年的 ok 2008年 2008年2月 总之放三个就对了先啊 等下再调整一下 再看下是 2月8号啊 2月8号啊 余余没有啊 所以我就放 前一点啊 ok 然后 这个是3月8号啊 然后一天啊 大概是这样啊 然后这个是4月啊 从这里来看的话是 就没有那些人所说的那样哦 ok 也就是说我们看这里的时候是 我们可以看得到哦 从大趋势方面哦 他一大选之后哦 他还是一直向下跌 他也有跌到很低一下 你看这边 ok 所以这里我们要分的是 呃 所谓的那些大选潮啊 就不大准确了啦 ok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再看的是 2004年 2月21号 04年了 扣龙了 同样的随便放三个先之后才调整啊 ok so第一个是2月21 ok 3月21 4月21 所以你们也是可以看得到哦 大选前哦 和后哦 只要出了 200 2013年了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在下跌趋势 ok 然后不要看这个我们放月图来看的话哦 这个放大哈再拿过来 查到完哈 我们可以看得到哦 ok 这里是底哦 先拿掉过往那些时间这个还有调整过 ok已经拿掉了 ok已经拿掉了 看得很急的感觉这样 on 下面看不到那个价钱哦 真的有就余过一点啊 最低是0.71 所以那个是心理水平来的 OK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0.71的确是蛮强的一个阻力阻力点来的 所以这边我们来看完整个其实这个图我相信不是每个人很有的OK 所以这个调整的话为什么我要调整要拿掉这些呢这些就是 股息的 以往那边哦那些人会记得OK他跌到这个所以我要拿掉那个股息的 所以来看到比较啊 比较什么 准确一点 就是不要调整的股息那边我看会过往那些啊 价格就好像在这边的时候你看 0.71大概是零点最低是0.62了OK 然后在这边也是大概是 最低是775就接近0.71了OK 说这个价格那边就是有蛮强力的支撑 支撑在那边OK 所以在这边的话你看这里是刚刚开始上升 所以你看下我在8月上升是蛮多8月是上升的大概44.8% 然后在9月是上了10%多OK 这下还会不会再上升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哦 如果他真的上升了你看一下在这边的从这边 09年 上升到 最高是 就是 应该是这里啦OK 这个是很明显的3块 就是用三年的时间 从 7毛3 上升到 3块2毛6 3块2毛6就是多少倍啊 728 4倍 4倍 就是两番多了OK 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得到他的他是 刚好是回 从最低朝那边回 跌下去的 在这边就基本就没有什么了就一直上下上下然后就一直跌 从开始真正跌的时候是这一天开始就是 2011月的时候跌的蛮多跌了整两年多现在才开始他上升回去 说他上升回去我们要看他是属于这一个阶段的呢还是 这个阶段的我们要看清楚哦 如果他是属于这一阶段的哦 大一点啦OK 如果他是属于这一阶段的是 会很好这是第2个阶段的 另外一个阶段是 这样的 或者 这样的 只有4个啊我先画出来先啊 有点慢 我们是期望 可以赚大钱的 我是 这是这两个是一样的啦OK 所以我先 拿掉一个先 是这个阶段呢 还是 还是 这个阶段 还是 这里就是要我们要探讨东西OK 所以这边呢 如果是属于A 是非常好 如果是属于B 还好 因为这些就是蛮短期里面 暴升的 就是你可以看得上 大概是 几个月时间 就上升蛮多一下 OK 从这边低一点哦 这边低一点哦 上升到这一点哦 然后 然后 然后再看啊 他每个的账户啊 这里我先调整一下 到这边 这个我会调整到这边 然后 这个我会拿到这边 OK OK 这里除了席的是不大好为什么呢 因为他上升的话 直接是下杀 因为这里已经是下下 这里是 算是反弹波啊 OK 也算是逃命波 这阶段是2014年的 也是大选之后 OK 然后 这是更 更前了 如果在这里呢 就是你看到是1999年 99 99年的时候 那是工啊 有很多因素啊 垂花他上去 不过他的最高点啊 最高点就是 10块 还没回去 OK 所以这边是 啊 主力还蛮多一下 我们看了过往来看啊 所以我们这里哦 最好希望的是 是A量的走势 如果是A量的走势的话是 基本上是我们可以做蛮多啊 那些 不同的策略的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哦 这个大选的这个是关条股之一 呃也不一定是对的啊 OK 然后我们可以注意的是这边哦你看 这边放量哦 然后他是上涨 但是这个量哦 这里的量哦 比这里的量更 更低 不过这里量是在 在底部 最重要是在底部那边成交 所以我是希望这个他可以上升到 大概是 3块 不过这不是今年可以达到的目标 我是 今天我看到他大概是大概达到的 2块 1 左右啦 OK 所以这2块1你可以看到是蛮多阻力一下的 所以今天可以达到2块1是蛮好 蛮好了的 OK 然后 如果 啊要 知道 啊他能不能达到这些 我们就要从基本面找手机 我们要没看到他有 多少现金啊 可以渡过那些危机啊 因为这间公司最大的问题就是 波段公司 OK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东西 是蛮多一下的 这个我们拿一下去 这样才会变回正常 OK 如果改回去的话哦 enable or save 然后 说他就会有变动 你看到吗这些还会变低了 因为这个 股息调整了 OK 虽然那些全部都会走掉 实际上他的这个增长还是不会啊 不过我们要知道是真实的价格 OK 这个真实的价格那边是会存在那些很多人啊 就是所有的那些 他们错过这一点他们 到这一点的时候上升的时候他们会涌着进去 所以在这一点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事啊OK 我们看到是蛮不错啦 然后 这diabhycom已经讲了 呃 关了股 我就大致上次跟你讲 一个就好了因为 其他的这个你就 大概去大概去看不过你要看这样的东西 呃在channess上面你是需要付费啊 应该是200多块不会多那是一整年的OK 看了diabhycom之后啊跟进 这这还有很多东西要跟进的 OK 然后讲回vs vs之前我在啊上 应该是两三个video之前的时候 有讲解过刚刚刚进那个啊盈利 什么的时候啊 但是是这一天这天 就要是下跌 哎下跌的时候我就大概 决认发觉到好 不那么简单 为什么不那么简单呢 应该是业绩不好 所以他先反应这个股呢他会先跑 跑先了会偷跑先 不好像上升了在这段阶段的时候是他在公布他拿到什么 东西合约之类的OK 然后才上升继续上升 上升到这边的时候 1.47是最低的时候 过不久就出一个什么盈利警告不过这边走势 就是我们看回去的时候真的是不大对劲了OK 这是拉住那边就没有这样没 我 长期来讲还是可以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这个 基本上已经是要突破了 他最重要的是他现在股价目前股价是上在20天的交易 平均移动线那边 然后我们先看哦 要看的话就是 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先看那个 平均移动线哦 加多几条线下去了 50天的 OK他 向下 还没有反应过来 所以他整体趋势方面哦你可以看到他目前为止的是 他是砍下去 不过现在他就站回在上面两条 四条线里面就平均移动线那边的 每个 在四条线上面 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得到哦 这里是刚刚好站在 20 50天 OK 如果他在上升可以站稳然后继续爆发上去的话上升趋势又回来了 就是这么简单 OK 然后所谓的另外一个趋势线方面哦 趋势线这个呃 有两个可以画了 有两个方法 首先咯要拉长一点啊 所谓的趋势线我们只换一条线哦 通常我们可以是放这样的就是 这条线这样连着 OK 如果还是这样下跌的话是 OK下跌的话我们就坏条直线 就是 把这些连接越多越好 OK 连接的蜡烛有12 三根蜡烛 其他的都是 那些上影线 啊 接触到OK 然后目前股价是 出于这里 如果他能站稳这里 突破上去 那么就是 建好了 OK 然后同样的在这边哦 这里也是一样的东西 虽然这个有点马后炮感觉了OK 有一些假突破很好 这里就是在他在上升的时候是这里是 这些是假突破 因为是没有量的 我们后人 我才知道然后在这边哦 这样他在突破的时候 通常是会很多人是看 就是那边是会 会立刻卖掉 如果你卖掉的话你就会亏损蛮多 为什么你是做的 那个啊 所谓的 高手 高卖低卖 如果是卖控制很大 这就是趋势线 这个只是一个普通东西 OK 趋势线是很简单的话的OK 在很百方面我们就 直接是用这两条线 通常都是这样 OK 这里是哪帧数的 也就是说我要进的时候哦 我要确定我进的时候是 进场啊从19到124才5分这个不是很好 OK 这是 这样这样密集的 我们后 这样也是压速 OK 在压速的情况之下哦 如果他的那个起本面是很好 我们是在这里一直收票了 就在这 这价位那边 他更低会收更多了OK 然后带量上升的时候哦 就是突破这个时候就是可以进场 我也是因为知道这个原因然后我就把它 转为一些工然后就那边赚蛮多一下 然后在 呃 之前那边 好像纸面上看到好像亏损实际上是有赚钱的啦OK 然后我就这样这样操作就可以赚赚回 啊 好像 不是纸上亏损还是赚更多啊OK OK NU跟LINE INDUSTRY哦 OK LINE INDUSTRY跟VS的走势是很接近 因为他的那些东西就是他一个东西下你 就他慢慢上升结果还是五角以上 现在是低为五角因为他的 他的公司LINE COURT 蛮多问题一下啦OK 说话趋势现在我就跟你讲了那 看现在NU跟LINE INDUSTRY这两个我给你讲哦 看完他的那些全部的 鸡包钢铁的鸡包发现到他们全部都是 要 极致就是 像 推出那些富家股啊 富家股方面有一些是优先股 蛮不错一下 preference shares 所以preference shares肯定会有给你股息的 呃他是比那个 那个债捐更好啊 然后 可以看得到他们好像要度过这为一个 呃 虽然还是低没有六年 不过我们还没有看得到前景啊 钢铁股 所以钢铁股方面哦 总是不长久的仗事 你们进好就收了哦 OK像这里这样 是很美哦像上升哦 不过我们也是不错哦在这边 进的时候卖掉啊 这边卖掉啊然后我就 刚才讲这里可以留意的 OK 因为上面的时候已经是上上 上上吗 想上的时候在进的时候 哇也是不错一下 你给我看的 好像很神那些收到消息 那些是 雷幕消息的话 都有 300% 股价翻三倍了 OK 就是从六毛 多 变两块多 300多巴仙 OK 然后你是赚 一块四九八大概是这样的 我通常是没有这样的 通常实际上操作的时候 可能是 这一边将进 这边出啦OK 然后又这边再进回去 然后这里 你要恐怖起来会比较高一点 来说进了啊然后同样的股市那边再进回去就有啊OK 所以我们看到钢铁股 啊当初我会选择这个因为这个他是比较良好一点 比其其他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会选的就是这个不过已经是套利了 因为还没有那个价值超过五毛钱在这边的时候哇蛮好处而已 蛮好处货一下这一支点 蛮好处真的是蛮好处 525是最高之后就五毛是最最最高的后还是开开高走 一那种OK 然后一直在这边 不上不下 OK 说这里我们看的他大只上好像是要好像上升不过这个股 他是没有什么本钱去上升了 为什么呢他的那个利好方面哦好像是 这一天啊在这里这里的时候就是击爆出啊 击爆出的时候他就跌吗 这里的时候跟他讲可以进的不用怕进的时候继续上涨涨涨到这边的时候 你讲五毛OK 收收收工了 收工然后换起了股不要再看这股为什么呢 因为我我们先看了 这里如果我们要看的话这个是杯来的 认同哦 OK 说这里是他的颈线啊 0.45 再不然放高一点也是可以啊0.48 OK 说这里呢他是肯定会在下调啊下调了 证据还要低一点没有这样高 0.47就好啊 OK 说这里你可以看在这里还开始新的一个 啊饼 要看他饼要不要再进的时候啊我们就要等了 虽然那边五毛钱 出场是蛮不错一下了 OK 五毛钱那边我就 在这里我就捉得到因为我看的时候哇这个这样上升 然后这样下跌 然后再看看看我他的鸡胞也是钢铁骨吗 然后他是只是亏损到很高的不他的亏损全部已经是 一次新落啊清到完啊就是过往那些饼来自那些债务是他全部帮你 啊 先实现给你看先之后才慢慢来啊调整那个数目啊 所以这边我们看一下哦 他的那个颈线啊颈线可以放45也是可以或者是放0.47 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可以放啊 这样看我们看得到是比较明显这里是顶啊OK 在这个杯那边呢0.47OK这是颈线 OK 在这边咯我们的底部是大概是这边 0.29 从0.29上涨到 呃0.47的 %率啊 就大概是 啊 10%啊 OK 所以这里他一直下跌的时候他形成一个饼的时候是他反弹的时候 与那个反弹点来决啊决定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他 这里哦这个这个就是很如果这里很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 饼啊OK 就比如说他的饼他只是下跌到这边 OK0.45的话 那么同样的我们就预测好 同样的增长就是0.18 这是技术分析那边很好玩的东西来的 再拿下去OK 也就是说这里的目标价大概是0.63 所以我跟他讲6毛就好丢掉他了OK 就是这样得到出来的 有一些人问我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东西 我跟他讲 好今天到我直接他放在脑那边我就大概知道直接可以给你反应出来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我OK 要赚的也是赚够了然后接下来怎样走我们不管他了啦 这是蛮不错一下48000如果我们以技术分析的角度来进场的话 因为这个股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他是刚好 走到那个趋势股就是所谓的主体股就钢铁 OK 所以那边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是 还好一下咯 我们看一下啊我讲的 一九 才 近三四分钟 所以这些东西 要会去看 然后 像这样的图哦 所以很多人看不出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脑里面没有这些 认知 为什么要时常看图的原因也不就是要给你 去分辨这些东西然后去看那些人家讲的东西怎样是 是什么东西来的OK 是什么形 形态 他的图啊很抽象一下的 如果你没有相关的经验是你很难去好像我这样分析 我基本上是不用看这个大概是知道是看到这样的这样 走是我跟他讲五毛 真的是这样走到五毛现在看到的确是走五毛啊没有错啊 OK 会走到五毛方面是新高方面哦 也不算是新高啊 有一点敲门就是玩 玩一点尖尖 比较尖诈的东西就是这边了OK 所以大概是这边了 你看得到我这边就是蛮多阻力吗 是五毛 就这么简单了 这个就是他 接触到这个阻力啊你看到这边了 OK 这里还蛮多线的吗 要去看回去这边的话我们就看这边了 看得到我这边是五毛 看得到我还是你上去下 上 突破一点点 然后还是下 再上 假突破 还有带亮了之后 下然后再上 所以五毛是一个很强力的指 支撑支撑那个阻力点 在20 2015年的时候 所以在这边我就大致上就跟人家讲OK不用看这样多了五毛就对了你m五毛就不会错了了 所以就这么简单了OK 这些东西就是备盒 支撑啊 主力点啊 将来看了看远远了 看回过往的 所以有时啊 技术方式你赚的 可以赚得到 啊 至少 10002000块 的话 OK 那么我会鼓励你去拿这个 啊 chart access的他的东西咯 就是拿这个 历史数据我们 往回过往来看一下 他的过往的那高点是在哪里那么我们就可以 和 大概是判断了是多少 OK 所以五毛那边不是没有根据是有根据的是因为那时候我是直接这样看 拿场来看一下OK 就大概知道我目标价是五毛结果真的是 现在是下跌是咯 下跌就是等咯 等下一个目标就要看到他在反弹的时候再进如果你要的话 不要也不用紧的OK 因为这个 赚 不会很多啊40%不对一些人蛮不错一下如果真的是跌到0.45反弹的时候他就增长空间啊 40%你可能是0.47 是48斤 为什么0.47是48斤呢 是比较安全 先确认 OK 也就是说你的实际 盈利 分分钟是 34% 或是会更少 没有一个神可以很准确的在他反弹的最低点的时候进场 然后把整个蛋糕吃到完 也就是在这一点的时候啊0.45 0.45没有记错那时应该是人家 丢下来丢不是很多票 你要很早那边排 很神的那边 才有啊OK 当然这个0.45也是他的一个阻力点看到这里哦 这个叫做烧宝星或者是流行 这个他的尾巴刚好接触到0.45这条线所以就放我就放0.45在这边 我们就看一下 他到底会不会从这边再反弹上去啊OK 这边这个啊你要记得 画这两条线啊他的蜡烛可以在这边走 有多出一点也不用紧 总之他会形成一个饼 一个杯的饼就对了OK 然后即使反弹上去啊这个才关键可能这里的确是底了 然后再接下来就在上升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只有有十分分钟是在这一点啊 也就是0.55 财经啊 所以讲我们的因为越来少原因就是这样 越确定的时候我们就要啊 就有更大的盈利了OK正才 26%所以跟你讲接下来的那个啊 空间很少因为要找比这些 赚富更多的 垂街都是 就是这么简单 OK 所以关了股方面哦我们要知道大选的的起是几时 然后他前后一个月啊个前后啊OK 前后前面一个月后面一个月然后我们看中间那边他的走势是怎样的 像dip icon那边 那dip icon那边呢OK我还会跟你分享另外一个东西OK 同样的你也是可以用来做vs方面 vs方面也是很好在因为他的那个 press release哦 也是我之前所说比较像人看的文章哦 就比较容易理解那边已经讲完很多东西了 所以dip icon方面哦 我去翻查一下一些东西 先看有没有 啊 不是这个 叫个是dip icon 主要是十号啊 就等啦OK 还有开三个文件 耐心等一下 1st quarter 他还可以讲这些我不是要看的呢 啊看的是 因为我的说我我没有啊这个是我要看的东西 天啊 这些书都问得好 就在设计的 看到他们都没有提升 我之前 现在对电子 刚才我们给他 你 身上 i saw in post office per heart coming 3.5% substitute companies of the group 这里我们再查下去啊因为他有不如叫汉谷跟post那边 用3块3些post3块8 最高是4块所以那边看得到汉也 丢完post那边他是有了 还要卖公司蛮多一下的 所以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 在excel方面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 有什么潜在的那些 催化时期或者是爆发的东西 这里就看到啊这个drp我会一直留意他是因为他是蛮多东西一下的 可惜啊这里没有讲到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没有讲 其中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啊 1.5 billion啊 所以就拿到 1.5 15亿啊 这是 1.5 billion的钱啊 OK 扣除到那些杂费大概是 什么会吃到蛮多一下 杂费那些 然后就没有聊 这里我要看的是股数 一些人一直问股数啊 懒惰到可以讲他没有看 没有去跟进啊 股数方面是很简单找一个就是看他那个 Earning percent那边就有了吗 很多人就是很懒惰去看结果什么都不会学不到 真的找不到的话我们就可以去那个 啊 叫什么了那个 交易平台方面那边直接打下去就看他找到了 我有一些公司很了 我没有写他 啊找到了 Loss per share 应该他不是赚钱吗 OK So Lumber ordination inissues啊 还没有变动啊 OK 还要加三个零啊 So 这个是 Lumber share 然后我们要回去这边看哦 哦 不需要这样看啊 要找 那个 DIP 如果你不知他名字的话也不用紧 为什么呢 因为哦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哦 看到这个price我按下去 按下去 这同时 因为我们知道DIP 公司 是第一开始是 所以我们就按底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 很简单的 不用怕 按视频了 所以这边我们就看一下他DIP还在哪里 所以DIP还在这边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按下去 也就在这边 按下去 这边就给你看到很多东西 Research report 这边有讲的 OK So research report我们就看他有没有 再按这边然后这个也是按这边 没有最新的了因为这里才2014 没有人在意放他的关于那个research report 然后这边我们再看这边哦 这个propose又来丢 啊子公司 这个也是要看因为有dispose啊 propose exemptions啊 disposure 这个已经讲了 他一个他卖掉那个公司没有讲那个 忘记那公司叫什么名字了 那边有贡献 几毛钱啊 几毛钱的那个是现金的 除了股数那边就有现金这么多 咱姆 这边看一下先啊 我来在这边 我手飞的 还少一样东西还没有公布在这边 跟进到这边就扣了啊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边才有特别东西其他没有了 啊三块三毛三看到吗这里 to be severe the issuance of 将多 new audience share of ish import measure to highcom holding and initial price of这个 也就是说还有这样的股数啊 245他以那个交换软 他以他的那个直下公司哦 卖卖转去给post office post office就依数他这么多 也就是说在这里哦 post office啊 post的股价哦 这里是终于找他哈这个了 也就是 245 750 751 三个月三毛三啊 ok 我迪斯布射 covin 是这个 看他preg list就好 哈哈哈 加均 covin 生用 载 帅 嗯 got rid of the price tag of the wish is not because i said below the earlier a positive as reported in solane is better on the price of ok price off 拿到这样多 XGD啊 这个是信多了 其他全部是马币 189.75 m XGD啊 XGD啊 XGD D 这个 process 不要看这样多知道这样就可以了 ok 我们知道这里全部有了 这里也有讲清楚哦 3块3毛3 这是他的公司的网站啊 这边没有什么特别可以看得到 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关掉了 为什么给管掉呢 原因是我们都找了我们要看的东西 算了 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下计算下一些东西啊 这个我们以3块钱 来算了 ok 就是呃 一星元换 对换马币 算算他算他对对最差了 2块8 这2块8 最不可算是没有因为目前好像是3块没记错了 ok 最简单的 1sgd 等于 nyr 多少 302看到吗 so这里是 1 1个星币等于3块02 大概是维持这个了 不过他们的deal 可能不知道 放2块8 为了安全起见了 ok so bossoffice方面哦 现在他有 为了方便也多 要更改一些 啊东西啊 那的话我们看不到 然后这个同样的也是 乘189 7 0 123 这就是马币 这个还没有换算啊 正确来讲啊 我还要放多一个是 大概是3块8 ok 为什么是3块8 他的股价是3块8 ok 从这边我剪掉哈 这两个不重要了这两个算是重要 然后还有这个 1 234 对啊就是这样的哦 所以这边哦 我要做下来做下 做的东西就是啊 我不要算其他东西 我是算很基本东西就好了 OK 也就是说他的股啊 还没有算其他盈利啊 呃这个是 股价的那个价差 他的价差方面啊 真是多少啊 然后这个是 covid卖掉covid这间公司啊 90%那个 股份啊 拿到 然后如果你2块8 我是拿 比较低一点的稳定一点的ok 然后再拿这个 应该没有这样多这个 这个要减少一点了 ok 这个要减少大概是 变二了 就讲他300万他 他 3亿 没有可能是3亿吧 因为这是15亿来讲的话 那我给他讲他吃掉 5000万好了 ok 这里有向多就是有 20 多亿的 现金那个资产啊 ok 这个是他的 NTA方面 所以 我们算这个最简单的 还没有算其他东西呢 ok 所以在除以哦 然后 share 这个是 1.08 也就是说他现在哦 他有 108 他的NTA 还没有算其他的 这是 这是 Net tangible 来的 ok 这个也是资产啊 这个是现金 现金 ok 所以加起来是这样的 还没有加7的东西啊 所以 1.08 所以那边 1.08 这里 你可以看一下 是 他熟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他是有本事 可以做很多东西 还没有算哦 Proton 卖出去 因为他 他当时还没有讲 他讲什么啊 要买不买 现在也可以看 他算到来 他的那个资产 是肯定还是在低估 这样的计算的话哦 所以为什么那时7毛的时候会起到快半的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算原来是这样的 所以这些是 我是拿最基本的 这是Proton那边拿到 1.5的那个 政府的 贷款啦 OK帮助Proton改改革 这是他的那个 多少股数 这是Post Office OK他以他旗下一些东西跟Post Office 统合起来交换 他股票在3.33 OK 现在股价是 3.8左右 OK 然后COVID那边是买了90%在这个新加坡 新币 189 M 这里就是 18975 5万 新币 我是以2块8 一新币换2块8来计算啦 OK 事实上 这个没有可能再低过再低过他就代表他们啊 蛮有问题一下 OK 所以得出的结论就是 这么多钱 20多亿 然后20多亿来讲哦 我因为我是要穿他是进 啊那个他的这三个里面哦 是贡献他1.08 零几 这是RM 因为这个哦 这里是RM哦 除了股数哦 还是RM的啊 所以是108的 这个是RM来的 然后你看下他的股价哦 现在是145 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画一个趋势线 很美的趋势线来了啊 从这里低点啊 从这里你可以确定的就是这样滑上去 算是蛮好一下还是在上升趋势 不过他这个上升趋势哦 是着蛮够力一下 也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些东西我们就看得到基本 至少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在这里 所以我就是专攻这个股 同样的VS那边也是有 不过VS那边你叫自己去做了 然后他已经是很好了 管理层 他已经放在President那边讲完那些该有的东西了 OK 外边计算到来也是蛮不错一下 所以我们这里看看看一下啊 大致大致上就知道 值不得值得投 值进去咯 而不是跟着人家一般讲 哦大选潮哦这些什么东西哦 我没有看这些 很少去鸟这些东西 这东西就是算是一个bonus 因为我们刚才我们以这个 这是三界的走势啊 过往大 大选的走势来看啊 都是不大理想 因为他不是单单这么简单的东西 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是 每个人都是成为的百万 或是亿万富翁这么简单了 对吗 OK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也是 看看下然后再 验证一下 然后再对比一下 那些东西 就好像我给你看一下prp 我有看这些东西 为什么 大概是三块三 这个是三块三毛三 OK 因为我有跟进这消息 所以跟进跟进是要 我们还要去计算 不是傻傻的那边 真的是跟风啊 OK 所以那边看一下看一下 我原来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 成功走到底 反弹 然后 还会大赚的原因 不是没有原因的 OK 是我们有跟进这些东西看到啊 这就是我们就叫他的那个爆发 剂 就是那个催化剂 就是他的那个catalyst 如果是用英文来讲 是catalyst 这也是很重要的 就好像之前我看中MYEG的原因 也是因为 看到那个东西 算出来 蛮多一下哦 没有可能这么少哦 所以他算下脱尾 他的走势就是这样 然后有一些东西叮叮咚咚 负面那些 那不还是 照走没有问题的 所以那时也是赚到蛮不错一下 这东西都是有的 有的去学习的 说这些东西我们都 不要太二级 就是 他会自然而然的 流进我们这边 我们通常我们要做到 几十进 OK 不要去追高 几十追高也是很重要 像DRP害工的时候 那时自己在下跌的时候 我叫人进 没有人进了啊 那讲不用怕的 他没有跌到一块一吗 他跌到一块一了 可能性很低 为什么呢 我们自己看的时候 还低过这个 那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 这里我们只是算哦 如果我们算到比较好一点了 OK 换这个换去三块钱了 就刚刚好一块一了 OK 如果这个换了 换多一点 最佳吃 吃两千万 OK 就一块一毛二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那边我们一调整一下就看到这样多了 然后这个哦 我换高一点 不要三块半 换去 四块钱了 一块一毛 又再高了 就是这个分别了 所以我们看了一下 一块一毛一 他会跌到一块一毛以下的时候哦 可很多东西是不成立的 像我刚才算那些东西不成立 但是这个可能性是非常低 因为非常低的时候我就跟他讲 不用怕了 那我又很大胆的跟他讲 至少五百巴仙 结果到五百巴仙的时候 回调 然后我还有讲的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到五百巴仙回调 然后一个另外一个意思是 还可以再加码 不过很多人 不会听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 不会不能明讲 这东西我们就看到 做一些功课的时候 我们看到 更加明显 这些东西就是 需要做很多 为什么我们要画这些趋势线 这趋势线只是帮助我们判断一些东西 OK 他不一定准的 他只是跟你讲哦 他上升趋势的时候 OK 他会跟着这条线 他不会跌破这条线 就这么简单 上升趋势的时候 我们是以低点连接低点 越多低点 OK 上下引线后是身体连接起来 然后画到一条直线那边 这样就是了 这是就是 那个趋势线 一条线也就是很简单的 他不管是什么 总是在这边我们就连接起来 就可以了 当然也有一种 趋势线是 与 他的收视 连接他的收视 将来计算也是没有分别的 对我来讲 相差不大 OK 所以 大概大指示上啊 还有那个叫一个叫通道线 通道线那边 呃这个趋势线 同样的东西就是哦 要找哪一只股 这只股应该是比较好看一点 所以通道线哦 就是哦 这样哦 这条线上去哦 然后这里一条哦 我要放短一点时间 不然的话 好不到 OK 这里是 第1个通道线 他这里哦 这个这个 那样的 就是一样的 OK 就是这里哦 他这里的 和多 和多是一样的 每个都是保持 然后现在 还是上升到这边 这是第2个 不同的通道线了 那我们又再画 这里又变成 下面的通道线 然后上面的通道线了我们就 以最高点了 来画 调整美一点了OK 所以看到这里大致上是 这样哦 还要低一点 OK 所以这里这样看了啊这里就是我们的第2个通道线了 这里看到哦这个就是通道这些东西 在股票方面的不大重要了最重要我们还是看到我这些东西 OK 看到这些 价值多少 价值多少一定要看 之后 是上升 就可以了 是上升的时候我在哪里进的时候套户的时候还是有赚钱 然后我们要知道多少套利 啊那个又是另外一个学问了 那个就是好像这里一样 OK这个我已经是演化到蛮蛮不错了 然后我可以跟你讲到大概是哪里 OK 所以这里下个目标叫 大概是六毛三要 啊 大概左右就要套利完了就是这么简单 要记得啊钢铁股啊 是非常短的走势 像这样的走势的股 我通常是 赚一波 然后 其他就是进进出出 是当天进出赚 赚些零用钱 我就不会藏手啊 会藏手的 通常是 像这类的 这类型的我就OK 因为 在这边呢虽然上到好像是100% 很多人在讲 上升了这么多从自己最低点 最低点算起OK 因为看不到我要拿下来 上升了100%了 还有肉赤的 没有肉赤了啦 那么怎么办 我跟他讲这个 你看他的那个价值那边 才开始 怕什么 很多人就是 不理解这东西 结果 就很多东西都不到路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后来后来的时候就得不到什么东西 然后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要怎样去 增加他的盈利方面也是一个技术技巧那边 计算每个那边要看一下很多东西要看的不是这么简单 不过 我不会期望你一天就学会 因为这些video就算我一直这样重做重做重做做一天1000个video你看完1000个video 也不一定会 最重要的是你不知道只是单单看你要去学 要去领悟我讲的什么东西OK 然后怎样去看到我怎么好像这样简单放这些线呢 怎样去放那些 也是需要时间去学习的 不是一天就学会的 比如说好像我为什么会画的这么 简单轻松啊 哇我花费不少时间去掌握这个技术 至少 都有啊 一年 一年看图以上的时候才看到比较多 然后有时还 参考其他人的那些图啊 然后看一下 就给他 啊给我 记着这个是这样看的OK 就是这么简单啊 在这边这样看看下我们也是讲的蛮久一下了OK今天就 啊还有一点一点啊 你可以看到我目前为止是218个subscriber 然后有一 啊11166个 人观看 然后 加买这个video我大概有 180多到近200个video了 所以在这边我是希望你会把我的这个东西啊分享给你的身边的朋友 好他们也是受益于这些东西 然后同时 与此同时我也是有前收的看到吗这里OK 因为这不是很多个subscriber问题有一些可能是重复性的 我也不知道也有一些人可能是一个户口 放三个来subscribe 我也不知道啊OK 不要这样麻烦了 我是希望你是介绍不同的朋友然后他们 用什么时间来观看 然后这个video我是会放上去不会下 被拿下来的 所以不用怕了 OK 所以最新的video 上一次是怎样把功课剪给剪刀化 然后这个有关联的这个这个video我是 啊 这个 跟 这一个 OK VSfing那边我大致上是讲一点点 不要跟这个讲很多 我是跟你讲他的走势是 这样走的就是他是看到他这样上升的时候啊 消息出来的时候 你 大概那几天你要套离一下然后因为他 那是套离炒来的 OK 套离了之后他在他他购不久他去上升 他上升的时候我们就在进去进去的时候也是要 就这样来做波段 这已经很明显了OK 说他 过往就是一直这样来重复 有这个这个东西就是 他装家是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着 跟装 装做什么我们就跟着他做什么 如果装不要完了我们就立刻逃跑就是这么简单 不过这个鼓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爆发出来 就看到了OK 然后 总之我还要再强势一下钢铁骨不会走很久 正点你要自己记得 所以 到时候你真的要看着办 人家一直介绍的时候 一直很多很热门讨论钢铁骨的时候是 第1点要做的就是 开始套离 确定你是站在盈利一方 就是你套离完了之后你剩下那些票最好是接近免费的 就算而且 大跌 50%你还是有赚钱的啊那么你就可以 不要太持久太那边啊什么 因为很多钢铁骨的那些基本面是很差的 现在他们讲的钢铁骨啊 想像那个 啊 政府有个那个外国的钢铁进口进口的那个钢铁啊 啊正收那些 税啊 提高啊 这个也是 不是长久 我跟你讲 OK 当还越便宜的时候 你正收到一定的 巴选率 他没有突破那个巴选率就是没提高的话 他到头还便宜一个本地的 那么你就涨了 所以我们要看很多因素 钢铁骨的因素那边还没有很明朗 同样的像油气股 油气股那边也蛮多因素啊 你看到很多环境问题那些啊造成啊 OK 说这些东西我们要考虑很多东西我们看到哪一个 机会 在哪里 或是 资金的热钱流进哪里 我们就融进去 就这么简单 OK 我以这里来看的话真是很美的 看啊 这个真的这个量 因素为什么 我一直跟你讲是杯 你看啊这个量哦 这里有量 这里有天量 这里有天量 爆量或是天量 OK 然后一直小量下去 所以跟你讲这个就是一个杯 杯就是这样的 杯的他的那个 呃 他的那些 因素啊 已经复合完了 就讲在这里啊 杯的头啊开始时候有一个大量的 然后又在中间的时候很少量 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跟你讲可以进不用怕 这个真的是啊 现在看不到谁对谁错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我又是用很简单东西就是 因为这些就是经验的分别 OK 呃 亏也不会亏到哪里去 因为大骑士是这样走的 亏本的那个 很少啊 除非一些东西是 要去拨的时候啊 那些拨 拨的是 那些就不确定了 不确定的时候啊 那些就 比较少 渺茫啊 不要好像说要过期了 平台方面又是另外一个 一门学问了 OK 像你要怎样去 灵活的 转来转去 OK 有了那个 平单的 补助哦 我们在股票方面 只是单一个股票 很可惜这个没有平单啊 平单的话是 这个可以 转守为公 OK 原本是守的情况下 立刻转为公 在什么样的情况要转为公 也是很讲究的 然后要选哪个平单也是很讲究的 OK 这么学问 我相信 外面不是很多人会 OK 然后 今天我就讲到此为止 下一次 再去讲解 怎样去分 分析 对 就好像 讲把功课简单化了哦 就好像的功课就是 这个 OK 然后再从头学过 然后再打 还比较 哪些要注意看的 我从来只是看那三个股 之前我在 在三个 视频表里讲 应该是 底部反弹 那个底部反弹的时候有什么因素导致底部反弹 那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有圆影 足够的圆影 那个是动力 就好像我们那个牛顿 牛顿的那个 法则 应该是第3法则 它没有失利的时候是一个物体在禁止这境况之下 没有失利的时候它永远就在禁止 OK 禁止这境况 如果你拿它上来 再放它丢下去 那么它就会动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要拿上来那个圆影 什么圆影造成这个 像 drb 海控它在底部的时候 从2014年1月跌到现在了OK 这些圆影进来了 那么 它就上了就是这么简单 要有那个动力那个动力就是圆影 为一个股价上升的时候一定要富有圆影 没有圆影它不会上涨的 就比如说 一些股突然上涨的时候 庄家就是要炒它 这个就是它圆影 所以炒股方面 的圆影很简单 庄家要炒股要赚钱 要赚年用钱就是这么简单 OK 反正是比较优质的 比较大型的股 像这些股 你炒股你炒股才几千 几千万就可以赚几千万了 或者是几亿 OK 这些你要炒上来 哇你知道几亿的吗 就像eation那边 OK 因为有一个足够的圆影什么圆影 那我要了解知道 知道了这些之后哦 那么我们就可以 投入比较安分然后我们就可以睡到比较安稳 OK 你看得到我这样跟你这样投入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我根本都不怕你 啊学会 为什么呢 因为 很多人 实在意一样东西 懒惰 懒惰也是看到懒惰在哪里 很多人懒惰在哪里的吗 反正懒惰 去做功课 而不是想着变成怎样更加简单 有很多种不同的懒惰 有一些懒惰就是 给自己更多时间可以做其他东西 像我现在做这个东西哦 你看之后我做很简单 我是看到OK 他下跌我就卖掉他然后在底部卖掉卖回来 他上升的时候 他不然上升我就丢 他在下跌的时候我就丢就是这么简单 要上升的时候你看一下刚才讲的时候 要上升或者是上升的时候 我是买 要下跌或者是 下跌时 卖掉好了就这么简单 OK 这些东西 词方面是很重要的OK 当我们了解这些东西之后就 不会拦到哪里去 最重要 是要跟进了 就你就跟着我这里所分享的东西 然后再阅读其他人的东西 如果有信的话 当然是最好是来我课程那边 我才会跟你 讲解怎样 然后 制作很多工具方便你 OK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东西 都是可以计算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么简单了OK 然后今天我就 到此为止 当然我是叫 OK 如果你有兴趣你就在YouTube那边search map 那边 你search的时候你去subscribe就可以了OK 就是这么简单 OK谢谢观赏